大家好 欢迎来到酒馆新一期的新闻节目 我是老白 我是木槿 是黑莓角 来我们回顾一下本周所有的新闻 还有一个任天堂发布会 然后本来以为任天堂发布会没什么东西了 结果没想到来了一个挺出色的发布会 挺好 就本来以为是最后一期就是风光大道 结果他这个规格感觉像是 NS刚发布两年 壮年期 壮年期 我觉得哪家好像都拉出来点东西给他塞进去了 是吧 挺给面子 第一方也不少 给面子 对 第一方也不少 他自己的东西也不少 然后外边第三方给他支援的游戏也挺多 对 对 那咱们先回顾一下这周的发布会吧 先 赛尔达传说智慧在线 这个是没有想到的 他当时那个 林克一出来 以为是一个林克的新游戏 林克传说 对 他是不是好多人猜是那个三角力量重制 因为本身也是看着那个芝蒙岛的那个素材 哭哭吗 嗯 结果一看主角是赛尔达 曾赛尔达来了 对 然后本作将在9月26日发售啊 也是今年 看来第四季度和第三季度也安排了一些游戏 然后等到这个东京电文展以后 估计任天堂还会有他的下一期的直面会 估计那会是第三方了 就还会有一波第三方 然后等到年底的时候 应该是他自己的这种 差不多 反正东西还挺多 这一部好像说是给他们那个什么 给他们那个赛尔达那个新的那个组 拿来联手的一个作品 看着还挺挺棒的 是一种解谜的 虽然素材富庸挺多 就感觉像是老二弟赛尔达那种吧 就是重解谜 对 知会的再见 行下一个逆转检视一与二 预见这个精选级 这个是以这个 这个叫什么来着 检察官是吧 对 预见为主角 对主角 然后也是支持中文 在9月6日发售 登陆NIS PS XB1 还有PC 这个没有PS5版的 都是上个时代的 PS4的 XB1 你PS这个也没什么问题吧 PS5直接向上监融 对 这东西又不会说有什么性能表现 区别的 我觉得这个游戏可能会进XDP 有几率 你先让卡普通把这个逆转456 456也上了 456已经上了 也上了 还没 456上了吗 上了吗 123上了 123上了 456没上了 456没上了 我怎么也就时间问题了 可能时间问题了估计 行 然后就期待什么时候大逆12再来一个吧 对 然后下一个一直没有官方中文 对 然后巨牛逼的这个 美老板期待已久的 密特罗德 Prime 4 然后穿越未知 然后也公布了日期 2025年 不叫公布日期 是明年发售 是给了一个模糊 公布了一个新片 对 他上次放片真的 17年吧 还是 太多年了 对 真的太多年了 NS刚发布的时候 他放了个Prime 4 对 然后NS市民默契了 放片了 嗯 其实之前好多发布会 有时候好多人都问 说这次任天堂 有没有这个 密特罗德新作的消息 好多人都在等 这个 这回终于也是告诉大家 得明年见了 至少还有个日期 还挺好 实际效果好 挺好奇的 就是你有没有 有没有觉得他这个 就给一个片有一种 公环 公环4的那个地势感 是啊 你那天我说了 就特像350末期时候 公环4画面画风 嗯 感觉挺牛逼的 挺牛逼的 不太像NS上的画面 对 就是想说的句话 其实 但我感觉他应该是 这个财年的最后一个季度 也就是明年1至3月份期间的游戏 我感觉 按档期排 可能 可能会首发双平台吧 就直接跨NSNS2 跨着呗 都有 对 双平台版本 可以 来下一个是期待已久的 勇者斗鹿龙3 也将在11月14日发售 支持中文 还有这个勇者斗鹿龙1和2的 这个重制版 也是将在 不叫重制版 应该重做版 应该叫 也是里面 也是里面2 对 然后酷颈熊2 也还亲自 这个表示说 从时间顺域来看 三代诗故事的开始 应该以312来玩 然后之后会有惊喜的展开 等待大家 应该是在TGS期间 可能会有更多的详细报道吧 一般这种日式游戏 如果在9月份以后公布的话 在9月份的东京电话展上 肯定会有专题报道 专题的那种 生放送 对 下一个是马里欧路易吉 这个RPG兄弟启航 将在11月7日发售 时隔9年新作 并且支持中文 很夸张 大概是3DS的 是 挺棒的 看着挺棒的 我想买这个 最大的 就最神奇的还是 当时就以为吧 就是制作组都给解散了 对 没想到 没想到还能出新作 还下一个 马里欧派对空前盛会公布 将在10月17日发售 支持中文 这个我以为是原来的派对 结果是新作 我还以为有什么拓展 真是新作 拓展是以这个新作继续拓展 他这个最大特点 不是加了一个特别多人的一个模式吗 是 这个挺好 其实买回来 跟我们家里人一起玩挺好的 我们三个人 时常玩 玩点 其实 其实马牌最大问题 还是就是 你能线下 线下玩 对 是 反正一帮人可以聚一块 同时玩一款游戏 就挺好 对 下一个是这个弹丸论破 这个团队新作百日战记 最终防卫学院公布 2025年初发售 支持中文 小高 小高 就不好说 小高和打跃的精神状态 能抽出一什么东西来 是 看一下这次有什么活 对 可以期待 而且支持中文就比较好 我要是 小高上一次物语侦探 其实也没整出什么好活的 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 那个叫什么来着 什么侦探世界部 侦探世界部 对 那个我还挺想买的 一直没买 可以考虑了 风评好吗 风评一般 一般就是一般 行 然后东七刚归来 HD将于2025年1月16日发售 支持中文 我特别不了解 是不是国内的游戏市场 对于玩家 对东七刚没什么太大的 粉丝项 没听起来吧 三喜刚 三喜刚 这个国内一直挺不出名的 是吗 三喜刚在欧美那边 一直是一个挺棒的 对对对 然后下一个三流 休闲模拟经营游戏 Hello Katie Island Adventure 将于2025年登陆 NS知识中文 也是一款 类动森 动森 对 也是剑小岛 然后很多女玩家会非常感兴趣 我觉得 我们也就很喜欢 对 我们也就非常吃 三流这些IP 谁看的不迷糊 是 太那么可爱了 我买一个 其实也可以给我们家孩子玩 就是他那个 不知道文字多不多 就是表现力多一点 文字少一点就挺好 应该不会太多 应该和动森那样 就是不太要求阅读能力 就几个招呼啊 什么那种 没啥其他的 主要是他们家的东西 我们家孩子老买贴货 全是各种 各种这种卡通贴货 三流 你别说了 三流这个联动太多了 就大和明日方中 那个联动礼包我也买了 是吗 行 佩服 那是挺好看的 可爱 下一个任天堂运动 带来了今年夏季的免费更新 加入了篮球项目 看着还挺挺好的我觉得 这个他不知道他这个运球是用方向杆摇杆运动 应该是摇杆 但是我当时我和朋友看到这个之后都是反应过来 这不是高中生初中生最喜欢的空气投篮吗 对 没事走大街上突然跳起来 来一个 突然跳起来投一下 空气投篮 这挺好的 这也是个小派对游戏 挺好玩的 还下一个腰尾 正式 腰尾二正式公布 今年冬季发售 知识中文 举行为动画高潮部分的阿尔巴巴雷斯帝国片 这个也是腰尾 那天发布会的时候也有好多人问有没有腰性的尾巴 后来还真判出来了 也是一款日式回合制 是吧 有点像那种 DRTG 下一个是漫威VS卡普空格斗合集 经典机机将于2024年发售 支持中文 这个系列后边那点续作就没怎么出了 也不知道为什么 对 它这个中文是指什么 是不是只是界面 对 应该是界面 它相当于是一个前端 但是你做了一个字顶前端 就里边你能看什么圆画音乐之类的 因为都是FC游戏 就很难去给你做汉话了 我觉得 下一个淡载派对也宣布登陆Switch 7月19日免费上线 淡载 太好了 我跟你讲 我上小学的外甥就贼喜欢玩淡载派对 也不知道为什么 是吗 这不就唐动人了 对 我也说这一句 就喜欢这种 不好说 下一个完全重制版的浪漫沙加二青雄的复仇 将于10月24日 登陆NS 支持中文 沙加系列我是真没玩过 可以试一下 好玩吗 完全重制试一下呗 不行 完全重制应该也就是现代规格的GRP这一类的应该 对 但是看他有PC吗 他走路模式不太像完全吧 怎么那么僵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个完全法 不懂 反正说还是会有什么新剧情之类的 哦 是吗 嗯 也不知道这这会不会有PC啊 还挺巧 我记得他好像之前是就是没有PC吧 浪漫沙加之前有一些有 之前有些重制就已经算了 而且他现在不是推广全平台 估计都会有 是吧 谢谢你 时刻维尔爱尼赫斯 咱们这一会最后来谈谈这个发布会 我觉得挺奇怪的 SE好像挺多东西的 下一个任天堂世界这个Championship 这个FC世界大赛 对 将于7月18日发售支持中文 也是一款原来把老FC的游戏 然后变成这种同屏这种互相标这个什么的 标成绩的 你可以看他那个 他那个打这种竞速还有那个时时回放 那这里边还告你就是一些速冲常用技巧 感觉像是做给那些 怎么说呢 就是你速冲告大佬就去打那种PVP模式 淘汰在 对 就是高手之间的决斗了 对 但我觉得新玩家也可以入门 我当于合计完卖也可以吧 我觉得 但我觉得这就挺牛逼的 就我有一次看过玩俄罗斯方块 那个就是那个多人同屏一起战斗的那个卧槽 好牛逼啊 对 他们那个不是高手都玩到那个已经突破了那个速度还是什么呀 那个分啊 然后那个最后最后全是握手柄的方式跟常人都不一样了 是那种 巴达巴 就是那种 对对 他们打那个什么T-spin之类的那种 对对对对 特别高的那个操作精准度和速度吗 对 诸神之战就感觉是那种 真是一了感觉 是 速冲玩家真的太狠了 对 不过这个老游戏确实是 如果有这种速冲那种真的高手比赛也挺狠的 就是挺牛逼的 感觉这好像是 第一款说专门拿这个速冲对决来做那个卖点的游戏 是对 对 这还是真的是特别像 诶 你们你们这核几片会去看他们那个展台那个看看这块吗 看啊 那那年 我有特喜欢去看他们速冲比速冲 对 去年是那个什么吧 是那个生化VG2吧 生化VG4 4吧 我忘了 对 我忘了是哪个了 反正还有一个八方旅人 我也看了 然后有一年还看那个鬼气的那个秀 对 反正 鬼气的 之前还有就是喂狗子他们做的那个吗 就感觉观想性其实挺好的 挺好的 是 我有一年还看了蔚蓝 蔚蓝的那个 蔚蓝那个太好了 太他妈好了 现场气氛特别棒 对 下一个迷失 将于今年冬季登陆斯位置 缩水不少的画面是吧 哎 我在糊的没法看了感觉 这猫的毛 猫的毛都黏 就成一块了 脱脱的 这样真的变成流浪猫了 对 但是我觉得这游戏其实你要上NS的话也还行 就是如果没有PS的玩家 其实他这种只有NS这种主机的玩家他就能玩到这款游戏 可能平时PC也不玩的这种只抱着NS 还是挺值得推荐玩一把的 我觉得就是迷失的剧情虽然简单吧 就是玩法简单 但是我觉得剧情还是不错 感觉他画面体验收入也太多了 就尤其是你看他里边布满霓虹灯那个像子 就那些光影就全全都给砍掉了 感觉是贴图都换了 知道是 嗯 重新做了一批正常 然后下一个免费游戏新电波人间RPG Free 就是免费版 将于7月22日上线 这个也可以到时候试一试 反正是免费的 然后这不是之前三点子上有过来的 就是还能擦肩通信那个 对对对 擦肩通信 原来最早是那个弥托邦是吧 弥托邦挺好奇的作品了 我记得都 我就记得那会弥托邦是擦肩好像有 嗯有啊 挺有特色的 对 然后板口薄信直松身夫这边制作的新代RPG 这应该是原来是手游啊 叫什么来着幻想曲是吧 幻想曲对对 这个词我也没法念 今年将登陆NS 哼哼哼 好了 这应该是板口薄信离开SE以后 给给这个SE 对 推出的那款游戏 不知道有没有中文啊 前提 现在看见来说没有 看战斗系统像是个意志解谜 对 连线你看连线 对 下一个这个恐怖精神夜3 将于2024年9月19日发售 收录系列的第一作和第二作的主线剧情 与系列完结 共三款作品 它是陈一三 嗯 陈一三 对 陈三 应该是合集吧 对 嗯 感觉就是那种挺经典的日式恐怖 对 恐怖游戏 嗯 对 然后下一个可以四人对战的空战游戏 叫Bottle Bird 以殖民会结束后推出 这个应该是一个上市了 对 是那种奇鸟空战的风格 四人对 同屏还能 然后这个是真导浩担任角色设计的新作魔能传记 公开了新的宣传片 11月1日登陆Switch PS5和PC平台 这个也是一款感觉 怪物能产 对怪物能产的感觉似的 对 看着还挺好玩的 是 然后夏尔传说魔戒将在2024年冬天登陆NS 这个你不知道是不是叫夏尔传说 你可以叫货比特人的村庄物语 行吧 我觉得这个比较合适 这怎么没问题 对 这个 这个反正是全平台吧 我记得是 你之前那个 对 之前那个发布会发布过 下一个PlayStation发行的乐高地平线大冒险2024年将登陆Switch 这个之前的State of PlayPS的发布会已经工作了 然后日本一的 我说还是地平线新作 地平线新作首发四倍 对 地平线 对 作品首发四倍 这个行也是多平台吧 PC行也有 对 这个也是多平台 乐高行都是全平台作品 是啊 下一个日本一05战绩系列最新作品 这个05战绩幽灵船队与消失的英雄 然后已经发表了 预计在2025年推出日本一的游戏吗 就是中文 有可能 没有 对 所以看着就是还是那样 特别摩羯战绩 你看着则是日本一 他这个角色画风 看到那个剧情呆毛 就感觉就是日本一的画风 是啊 你看着大眼睛的呆毛 就知道了 就不用说其他的 就看谁好不好这口了 来下一个合金弹头 这个手机版的原来这游戏 是吧 已经在直编会 好啊 这个抽卡 还有生心 还有生心 是个抽卡生心手游戏 国内代理剧 我跟你讲 嘴皮 行吧 反正差不多就这么多内容 然后我就觉得这发布会 简单说两句 我觉得SE现在 就是把这个家底都搬出来了 我杀家 我的天哪 三部 一共有三部SE的作品 这次发布会公布 一个是杀家 对吧 一个是那个DQ3 然后一个是那个 板口薄信那个 惊了 惊了 我当时就想到 真是能不能砸锅卖铁了 赶紧上了都 就怕再不砸点钱 那个 FF7 第三章 第三章 奶粉钱就没了 就出了 对 反正现在SE真是挺紧张的 我觉得硬砸了不少东西出来 我估计陆续期间 可能很多重制版的东西都会出来 早有人说 就是怀疑这FFTA会不会出 其实我也在等着 如果有一天 NS发布会上公布了FFTA的话 我操我就激动死了 因为一直在传言要做 战略版 战略版我记得当时不是PSP上面的 不是PSP那版是狮子战争吗 是吧 那个是另一版 那个叫FFT什么 忘了那个 那个也是挺经典的作品 对 但是我说的GVA那版 对 我只玩PSP那版 行 期待一下 看看能不能再端点东西出来 然后紧跟着咱们把任天堂新闻说完 任天堂下架了粉丝制作的节奏天堂工具 Heaven Studio是一款有粉丝创建的软件 玩家可以上传自己喜欢的音乐 然后从一系列的节奏天堂的迷你游戏中进行选择 并将它们组合在一起 然后玩家根据音乐的节奏可以控制动作 然而由于这些小游戏使用了节奏天堂的游戏中的精灵和音效 然后任天堂提交了DMC声明 导致该游戏现在已经被删除了 所以我也在想会不会节奏天国 这个节奏天国要出了是吧 对 节奏天国会不会要出了这个新作跟前期要 这次我们还以为有呢 真的是 对 因为不是说这次是NS疯狂大造了吗 总归是要把节奏天国抬出来啊 对 没老板这词用的真好 疯狂大造 我也觉得这个字掐 你不都 对啊 就默契了吗 节奏天国不是 就是给那个琳丹普吉送中的吗 对 演唱会最后一首 是吧 演唱会的最后一首 对 安侯 对 哎 行 看看吧 我觉得 现在目前还没有NS2的消息啊 但是我感觉现在布局的游戏 反正下半年它也都给你整了 对吧 该有的都有了 什么马里奥RPG啊 什么的这些都 有的玩 对 什么这个塞尔达冒险这种的 是吧 都有了 就版本默契还在出第一方 也不知道哪个公司 这亲戚发了那么多年 这几个第一方了 对 但是我觉得真的是 真的是2025年初和2024年底 肯定会有新消息 因为你想宝可梦了吗 宝可梦上次那波片也说是2025年 对啊 对啊 感觉 那明年 TGS可能会有进一步的消息 也没准 可实话 也没准 对 也没准自己开 因为那个 Z2A只出了一个概念宣传片 对 所以我觉得肯定 宝可梦是留给下世代护航的 所以肯定新机马上就要来了 就看时间了 期待 期待 先看看索尼这边6月19日入选 索尼中国之星计划的国产科幻潜行游戏 终极演化宣布将于今年9月13日正式发售 然后登陆PC和PS平台 这是一款第三人称的潜行游戏 受到MGS启发的一款 对 前进游戏 可以的 这几天是给了一个新的播片 就是具体的玩法什么的 还不是特别多 我感觉 放了一小点时机 但是说实话 这片看着也挺无理无理 比较迷糊 中国之星 你就想 对 索尼中国之星 计划 对 真的是扶植出来 挺好 万一火了 是吧 下一个PlayStation旗下蓝点的游戏 仍在开发他们的原创游戏 然后他们也表示 一切都需要时间 工作室的技术主管说到 我们致力于磨练我们的技能 然后PlayStation于2021年9月 已经宣布收购该工作室 此时距离上一款游戏 恶魔之魂重制版 就是PS5那会首发的游戏 发布已经将去过去一年多了 所以蓝点这边还在干事 希望大家能够耐心等待 从恶魂的那个 就是从恶魂的表现来说蓝点还是有技术的 画面是真的好 而且蓝点好像做过好多移植作品 我记得 对啊 移植大王 你那边地方移植好都是蓝点 包给蓝点的当时 他处理挺多 但是他不是说海外开发原创游戏 他们自己原创 对他这样也有原创 对我在想 有新IP吧可能是 对当时不是都说他能不能把血缘 对说了好久 那个宫崎老猎不都说了吗 那个血缘啊 主要还是得看索尼那边点不点 不办法 还是索尼的事 对吧索尼自己的问题 怎么能你蓝点端出一个什么 血缘老猎人 PS5版 那也挺好的 那也挺好的 那也挺好的端一个 行 下一个是据报道索尼已经削减了VR开发 目前仅有两款游戏计划推出 批判 这种放弃了 他都要接成PC了 对 但不是说了好多功能吗 对啊 那反正也是给PSVR一个后路 就是你看你只要需要花60刀 还是45刀 买我们这个没什么乱用的转接盒 你就能在PC上用了 你也不算白买对不对 但是梅老板我问你一句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 是不是我理解成这样啊 就你说索尼它为什么缩减了那个功能 你说是不是跟PC版有专利有关 就是PC是不是哪家已经做过专利了 没有吧 这种东西其实它能做到产品上 就已经没有什么专利侵犯了 它不会因为 就专利不会因为平台嘛 我感觉它不做PC版 就只是单纯的不想去给PC电游戏做适配和兼容 你想它那个注视点渲染什么的 其实都是需要额外的开发支持的嘛 你的意思就是他们想留一手 还是得让他们买PS5 好吧 行吧 因为你想就是PS5上那些游戏它那些就是PSVR的注视点渲染呀 这种都是它里面是内置的那种软件算法 它严重检测之类的 这些东西都是需要单独的去接对接API开发的 然后PCVR游戏只有很少一部分是接入了这个对API的 因为Quest我也有一个支持 包括Vive也是他们的旗舰产品都支持注视点渲染和眼球追踪 但是基本就是那个东西太高端了 就一般人不用 就评价的VR 就是反正PSVR是能代替一个平价的VR头显的 现在看来 行 好吧 看看吧 但是如果这样买VR 我倒是得问问你选哪款 我建议就是 你如果没有PSVR的话 就直接快四三 但是我要同时支持PS的话 我会不会买PS好一点 对啊 那肯定啊 你想在PS上玩 你只能买PSVR啊 但是你不是PC版它也支持吗 是不是我选择性还是PS 选择性 你可以看看 就是现在反正现在PSVR那个价格掉的挺厉害的 哦 行 它这个沉吗 也不知道 都沉 还行 因为它是一个头显嘛 它带起来的那个收拾版挺不错的 哦 行 来下一个索尼影业正在制作 2022年神秘海域电影的续作 续几 这还能说续作 我只能说 他选角选的真挺失败的 真的吗 选荷兰地啊 对啊 我觉得也是 不小心 肉 太嫩了 我看到它我就想起那个皮特帕克尔 对啊 皮特帕克尔 这都会是索尼的御用演员了 对 你想你玩神海四 你都熟悉了那个已经快中年的那个德雷克了 对 德雷克 这个才沧桑的 这蛮来幼儿园比 你看就是20多岁 太小伙子了 老想着他们的能吐丝 下一个索尼宣布 PlayStation今年将再次缺席克隆 然后索尼最近一次亮相克隆优异展 还是在2019年 这是新冠疫情爆发前 该展会最后一次线下的参加展会 这个也就是说索尼现在也不爱跟克隆玩了 毕竟人家有自己的那个什么stage of play 还有show case 对 其实这个欧洲市场 我老觉得它挺不重视欧洲市场的 操它重视哪里啊现在 美国呀 我觉得能靠着老美 来我们再来对比一下 现在是微软的新闻 当然我们不是带节奏 请大家冷静 我们不是带节奏 Xbox宣布我们将参加今天的克隆优异展 然后并且承诺将拥有有史以来最大的展位 我们将公布这个神话时代啊 宣誓啊 什么暗黑四啊 暗黑不朽啊 还有这个什么这叫什么来着 山谷剑轴 山谷剑轴 对然后辐射76啊 海龙世界啊 我们都带来克隆 那么我觉得可能 然后他期间还会有一波 XGP的或者什么的宣发片 我觉得Sbox可能会播一个大概半个小时的播片 我感觉啊 我猜的 他这个克隆是不是会提供试玩啊 就是主要还是 对他就是线下他会会有大展的嘛 嗯嗯 然后最最好的啊 你说 因为你想这个暗黑四这种 还有那个摩托这种 就是马上上的 我觉得他肯定会线下提供一些试玩的 是 而且这个科隆优异展这个期间 他是什么呀 属于属于他刚办完这个欧洲杯 德国 然后这个科隆不是本来也是欧洲杯举办的一城市吗 正好是那波人撤了 然后这个新游戏这帮人来 就是这么一出 反正科隆每年都整个挺大的 如果大家想在科隆那个看一些游戏播片 就请锁定科隆之夜 就是科隆游戏之夜的那个 就是也是GELF他主持的那个 大概是两个多小时的一个 游戏展会的开幕式 那个里边也会有很多播片的 嗯 这会就能看见一些像TSQ这些厂商的游戏了 对 欧洲厂商 什么雷瑟旗下的呀 或者什么什么CDPR啊 这些就能看见了 刚想吐槽 你刚才说 那已经把工作室卖都差不多了 还有点东西吧 能有什么 还有点货 还有点货 下一个是Xbox已经向购买 以取消Red4 DLC的玩家开始退款 比如说您以前之前买过的 DLC的玩家 现在可以申请 主要是退的那个豪华版的插件 对 不用你申请 就Virai主动给你退的 是吗 真棒 就不他们 我看他那国外玩家 当然在Red4上看 就是说还没申请呢 就突然就被Virai退了20多刀 就是那种DLC的插件 嗯 行 来 下面是关于一个陶德最近接受这个 这个博主的一个访问啊 他提到了以下几点 一 并不急于推出辐射新作 二 对 贝塞斯达没有重新计划制作这个辐射和辐射二的消息 三 星空玩家数量超过1400万 人均游玩时间超过40个小时 四 星空DLC于去年9月开始进入正式开发 所以预计今年推出 五 DLC破碎空间规模和辐射四的远港惊魂差不多 后者游玩时间约在7至10个小时 百分之百完成 这个所有的内容应该是在20个小时左右 然后呢 六 有计划每年为星空推出故事拓展内容 鼓掌 我感觉星空现在有点有点东西了哈 就是 开心 甜东西 有点 有点滋愣起来了 嗯 可以的 我 滋愣起来的 他这个 他这个DLC如果真能和远港 就规模 我不好说 不好说 做到和远港差不多 对 质量还是得靠质量 因为为什么说一句福泽寺远港的 因为福泽寺另外几个DLC都什么丑鱼乱下 我不行 所以只提这个 其实说实话 你看他这个 这个这个说的啊 星空玩家超过1400万 人均游玩40个小时加 其实我就说明 玩星空的玩家也并不是说都那什么的 讨厌这个之前那些 反正就是说那些设计不好的地方 吐槽的吧 也不是说让大家玩不下去 我是这个意思 他这个人均 他这个人均其实就跳的挺完美的 他这个 对 你说是很完美 平均 对 平均你能玩多少时间 你就说10个人玩80个小时 然后另外10个人就玩几分钟 这不平均下来也是40个小时 你只有40个小时 对 我感觉星空这种 就真的就是你喜欢玩的话 就是一两百个小时起步 对 你要不喜欢玩的话 就坚决看看 就出来了 至少你把主线打一遍吧 有些剧情设计还可以的 真是挺不错的 陈地坎带着玩挺强的 但星空那个主线我没错的话 就是通关率 反正就从成就那个获取率上来看挺堪忧的 是吗 难道不像我似的吗 我除了支线有一个大支线没做 其他三个支线都做了 就是你喜欢玩这个吗 就是你看 就是steam上那边 就是你知道就打完之后 打完第一开始那个序章 然后坐上飞船 就会给你一个出入星域的成就 对吧 就这个成就 只有89.4%的玩家拿到了 那还有10%多的没拿到的 对加入群星组织的成就只有70.4%的玩家拿了 对可以看成就来推演这个故事剧情走向是吧 完成度 而且就是你看像是那种什么比如支线什么深空舰队 对然后像是什么UC清联这种都是只有百分之三十几的那个完成度 我测 嗯 其实还是有很多玩家 分人 玩了个开始就不玩了 对 还真是分人 而且还是steam的成就 就是你花钱买的 花钱买的 对对对 花钱买的 不玩 哈哈哈 那更加 你连第一次上宇宙都没有玩到就不玩了 对有点亏 sorry 然后奥德F4 玩 哈哈哈哈 来下一个是漫威vs卡普空 就是当时咱们提到这个游戏啊 他们的粉丝对这个MVC格斗合集不会登陆Xbox感到愤怒 该合集只发布在PCPS以及Nintendo Switch上 独不赞 独赞就不给威人上 但我觉得挺莫名其妙的 这何必呢 可能吃口微软给我谈了谈 说我往后推推 然后给你来个D1XDP什么的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对吧 对 来下一个卡普空宣布怪物猎人物语2破灭之意 全球累计销量突破200万份 于2017年登陆了PC和Switch平台 并于今年6月14日首次登陆了PS4平台 这个游戏我就买了一个NS2了 然后打到那个差不多吧 我觉得应该不是最后 就是隐藏的结局可能我没打到 反正后边也是石头剪的 不玩腻了 就不想玩了 他一直都是石头剪刀副 对啊 核心玩法就挺素的 要打的掉一点 卖200万份也算合格了吧 可以了 毕竟衍生多嘛 对 他那个一代好像复刻版已经出了吧 对已经出了 出了 来下一个生亡VG2重制版销量突破1390万份 卡普空官方宣布 生亡VG2重制版发售至今 销量已经突破1390万份 成为了生亡VG系列 目前为止销售量最高的游戏 官方也筛出了特制的生亡VG2重制版 主题蛋糕与员工合照 共同庆祝这一创造历史的时刻 行 我操1390万份 真狠 真这么黑死好 好啊 单做吗 单做还是只是重制版 还不算老的生亡VG2 太厉害了 不知道有多少日常啊 就已经口水都已经流了一地了 对可是他 什么灵都流一地啊 都多个灵 我的天 少个灵都流一地 你是不是在催我的发落空 你是在催我的香草社 来下一个 Xbox游戏工作室负责人 暗示汤口组的关闭 是因为该工作室的创意领导层发生了变动 从而决定关闭的 那么他们也非常隐晦 没有点名的提到了 可能是关于三上真思离开的感觉 就是他们觉得没有了三上真思的汤口组 就不再具有创造性 所以索性 没有创造能力了 感觉说 感觉不止三上 就三上带出来 徒弟不也走了吗 对 而且之前做幽灵县东京 那个女制作人不也 不也跑了吗 几个核心成员 全跑了 对都走了 不懂 我觉得可能发生什么事了 他为什么突然就走 应该有可能 有什么吗 可能还是小丹飞 觉得自己有能力吧 但是后来那女的 好像就没再露过脸了 是吧 你记得吗 他好像确实消声匿迹了 对 他之前是多么活跃的一个人 他后来好像 我也没关注他的X 可我当时我上去找找 看他都自己干什么呢 来下一个 堕落之主官方宣布 续作开发中 预计2026年发售 前几日波兰金融管理局的 报告文件显示 CI Games正在打造 堕落之主的 续作 6月19日官方正式发 发文确认了此事 公告中指出 游戏将于2026年登陆PC PS5以及XboxSeries平台 在和玩家互动时 官方也确认 本作PC版由Epic独家发行 竟然是独家 这个续作是由Epic独家发行 那你不是自寻死路吗 我就好神奇 为什么独家 你爱发行不发行 我等XDP 反正一代不要 你一代都差GP 二代 他这个组还是需要打磨一下 对于魂的 还有一些欠缺 也不是说这个作品完全不行 就是说 中规中矩 有缺点 我就觉得有点水平 看得出有点水平 是 像那个李表世界这个设计 其实挺新颖 对 来下一个育碧消息 超约善恶重制版 这个20周年纪念版 将于这个6月25日 在所有平台上市 然后包含这个与第二部游戏 相关的新任务有可能 这个反正也是现在不停的在 说超约善恶会不会出续作 超约上个续作都公布了多少年了 我觉得他有可能想重启 我就是欲逼 真的是有心思 你看连那个石石杀都准备搬上来了 真是不一样 现在可能真的想炒一炒冷饭了 或者说做一些IP的衍生做了 是 续作 反正希望他别回经典吧 这种做 对 下一个发行商配件娱乐 公布了寂静之地 未来之路的新消息 游戏的原创故事灵感 来自于派拉芒影业的 寂静之地电影系列 就是那个别出声 你知道吧 就是一女的 就是一出声就会有怪物过来 我觉得踩到顶子了 对 我看过那个 将于2024年登陆 Steam PS5 和Expo 3SS 这个也是 对标的一个 很高品质的游戏应该是 不动电影吗 那种类型呢 他有点像 第一人称的 就是也是那种 乌七八黑探险的那种感觉 反正 第一人称恐怖游戏 对 第一人称恐怖游戏 就是你可能不能出声 那你是不是干 所有事的时候 旁边会不会有一个那种 分贝显示器那种 都有可能 有可能 他反正是那种 第一人称视角 下一个 看一下 From Somewhere 攻击因高 其实有一篇报道 有一篇报道 说这个 攻击因高 95%的时间 都在制造游戏 尽管他拥有了 From Somewhere 总裁的头衔 他说 我喜欢帮助和培养 年轻的董事 我认为他们可以带领 公司进入下一阶段 但整天坐在办公室里 不是我的风格 他就是这么告诉 违报的 我真的亲自动手 并继续制作游戏 希望通过这种方式 我可以向不同时代的人 人才传达我的创作过程 然后我担任总裁 已经有近十年的时间 但是我可以这么说 我在公司所做的工作 以及我花费的时间中 大约95% 都是用于游戏的制作和指导 按照这个比例 你可以说 我实际上是有 大约六个月的高管经验 公秦一高 就说我不怎么喜欢当这个 是吧 什么CEO或者这种东西 大佬 能感受得到 就做游戏里那么多毒池 一看就是他亲自放进去 一个个放的 亲自放的 亲自做的 等到这个 你跟做地图那说 我觉得这块 可以加个毒池 对 这里放两头石 给玩家去捡 他干在这 我觉得大概我们得 这一期的游戏漫游 关于这款游戏的漫游 我们应该拖到7月的上旬 有可能就能录了 就看各位的推进速度了 反正我是没戏了 咱们这个先把话留到后边说 没准后边 人家又出什么补丁 什么的再说 来下一个 不会出发 刚好不要接下这个新闻了 可以 接着的 但是 是吧 但是 龚金高表示 他说 降低爱尔顿法环的难度 会导致游戏变得更失败 所以那意思就是说 我不想给你们降低难度 然后在接受Rolling Stone采访的时候 龚金高表示 有朝一日 想制作一款传统的日式角色 扮演游戏 我觉得现在这个挺 我觉得现在你们老头花就挺RPG的 不传统 要传统的话 其实就是你在读池子里边 走着走 遇着一个暗雷 然后开始打回合制 我回合制 读池 你不一定 还得暗雷 还得暗雷御敌 但是你看老贼如果真的要做日式RPG的话 我觉得他绝对不会说 效仿传统的日式RPG那种玩法 你肯定是日式RPG的底儿 但是你玩法上肯定会给你变着花样来 我觉得他不是那种简单的超一个什么DQ那种的 肯定不会 肯定不止 对 没准也是动作游戏 我觉得一老贼他那个世界观 就他那个做的黑暗这种黑暗的这种中古魔幻风格 就写RPG应该还挺厉害的 写的挺不错的 无论是回合制或者说是动作的这种的都行 对 有点都可以 故事是肯定有那种感觉的 来下一个赤痕五周年 武士兰孝斯称续作正在开发中 这个也是前几天公布的一条消息 然后由武士兰孝斯于2019年为粉丝们献上的恶魔城精神续作赤痕夜之一世 近日迎来了五周年 在官方今天放出的视频中 然后呢 武士兰孝斯表示 续作目前正在开发中 预计会在不久之后和大家分享相关内容 这也是继2021年后 时隔三年官方再次确认续作存在的消息 然后呢 这个游戏呢 近期还会 这个赤痕啊 近期还会更新经典模式2 什么多米尼克的诅咒 这什么经典模式2是什么意思 不带着 截至于去年9月本作累计销售量已经突破了200万分 行可以的 还是有人喜欢恶魔城 是吧 可以的 其次我有个问题 讲你先讲 我说他这个一代反正他不足好像也就是经费上有些欠缺吧 我觉得 对一开始的时候 是吗 就是说反正有很有恶魔城的味 但是就是操嘛 操 但是我觉得现在做恶魔城的这种 对你现在觉得做恶魔城这种厂商包括独立游戏都在都在做嘛 所以你都在做这种类的 对你要能做的有多好 现在也得看一看 到现在银河城现在巅峰应该还是拿在那个密特罗的生存恐惧里边呢 对对对 对银河城 嗯 以前不是叫血污吗 话说这个翻译 是叫血污 对啊 蟹怎么刺痕 也有这么叫的 也有这么叫的 对啊 我说哪个才是正宏的 一样一样一样 我记得原来好像有也有人管他叫刺痕 好 血污也是 反正没有官方中文 没有官方译名的 那也是 要不你念一下这英文 你来你来 我找得念吗 我英文也不好 来下一个 辟设全新生活模拟游戏 Life by You 宣布取消了 行 播了他们好几遍这个新闻 最后还是取消了 为什么你想鼓掌的感觉 你怎么那么开心 对 为什么 我感觉我见证了这个游戏从有到无的一个过程 这都真的是 偶语 每周新闻 然后多多少少每个月都有一条这个Life by You 都有他 来读一下详细的内容 就是批车6月18日公布了这个 宣布了Life by You 项目取消的消息 本多是一款拥有最高开放 最高开放度和这个模组自由度的生活模拟游戏 此前也不少认为是EA 模拟人生的有力竞争者 然后游戏原剧化于去年推出抢线体验版 不过之后被无限期推迟 批车副首席执行官 称这是一个很艰难的决定 他表示我们认为游戏个别关键处 存在一些缺陷 虽然延期是一种选择 但是这条路的未来不仅漫长 且充满着不确定因素 所以Life by You的的确会有很多优势 但是评估后 投入更多时间也无法接近满意的版本 他们感觉到这时已经还是决定停止开发 然后继6月18日经历了多次挑票的类模拟人生新作 Live by You被取消之后 批车又做出一个决定 关闭了Life by You的开发商 叫什么Tektonic 就关闭了 直接把队伍给切割了 然后据IGN报道 批车已经停止了 对Tektonic的后续运营 此举影响了24名员工 5号 我其实觉得就以 你说吧 就以屁车那个尿消 这游戏哪怕只做了一半 他都敢卖 你信不信 这才做多少 他做的一半 其实后一半全是DLC 反正我是觉得取消了 感觉这游戏 就基本就是直化了个病 对玩的玩不了 因为以Pardos那尿性 真的就玩他这么 玩他家游戏这么多年了 他那游戏什么完成度就敢发烧 我能心里没说 是啊 对啊 各自此间没了我可 对但是我觉得 就是模拟人生的这个模式 就这种售卖模式 本体加无线DLC 或者不叫无线吧 就是众多DLC 还挺符合批设的这个风格 对啊 完全契合 在DLC里 加有功能 做DLC里 对对对 什么组合 上次我们聊的时候 还是跟韩国一起的 不是吗 还讲讲这个游戏会怎么样 结果这次到他 他没了 我的天 是 反正我是觉得 能被批设直接取消 只能说明这游戏 真没什么东西 对 真没什么东西 连那么的半截都给你发出来 看不下去了 我甚至把这个工作室 人工全体处决了 我的天 还有一条比较不好的消息 就是鬼屋摸影重制版的开发组 恩布雷瑟宣布关闭工作室 然后叫什么PCS是吧 PCS在企业网站上公布了一条新闻声明 宣布工作室的关闭 然后简单留言说 感谢你们与我们一同游戏 标志工作室 从2007年到2024年的运营终止 大概是应该是17年吧 是吧 这个工作室 PCS 行 也是 一部游戏就把自己给干翻了 它这还是个经典IP呢 对 我看了一点反正反正说是挺粗的难道 这游戏 比较糙 就糙 不像是一个成竹的作品 对 所以这恩布雷瑟又损失了一个工作室 哎 估计也是资金不够 我感觉 也是资金不够 肯定是他们财务出问题 才导致 对 然后下一个咱们独立游戏的一个开发商 叫什么Gavinik Gavinik是吧 这个荒野枪物的开发商 也宣布倒闭了 他们说尽管我们的开局不错 但是游戏销量不足以维持 开发商的生存 就是虽然开局卖的很好 但是后边卖不动了 然后结果就 把这个资金就断了 就没法干了 挺可惜的 那个还加入愿望单了这游戏 比如说这种小的独立工作室 感觉都挺艰难的 对 你现在就是说白了 我感觉就是跟选秀似的 你可能长得漂亮 然后你可能有点才艺 但是你会发现旁边那家 比你还漂亮 比你还有才艺 就这种感觉 大家都很卷 真的跟全球选秀一样 这个独立游戏 谁家都有自己的特点 谁家就是说白了 就是一个销量决定 你最后能不能活下去 谁没在做游戏 盘子这么大 分了多少 这个消费的流量出去 是吧 我今天打折 假如我今天打折 200块钱 我就买200块钱游戏 我家家家 最后就没把你游戏加进去 你说我不喜 喜不喜欢你呢 我喜欢你 但是我就预计就200块钱 我就没加你 就是好游戏太多 现在独立游戏 就是很多有特色游戏挺多的 你想 真想捞一笔钱 或者说想挣一笔钱 好难啊 真是 太难了 游戏Steam上特别好评呢 对啊 特别好评都 只有2000多条评测 应该卖的也不是很多 不是很多 你按评论 像我这种不爱评论的人 估计是不是也就2万份 2万多 3万多 可能都不一定 对估计是 后来他打折还打半折呢 欢迎参考 对啊 促销 看看有没有机会在东山在一起吧 来下一个太空FPS游戏边境 宣告停服 柳叶刀工作室 6月19日发公告表示 临时收到边境发行商Skystone 将于2024年7月停止运行边境的单方通知 6月30日 本作的所有网络功能都将停止 6月刀表示此次Skystone单方面决定极其突然 且对工作室和玩家不合理 也不公平 虽然交涉后也未能改变结果 但官方承认 承诺不会放弃边境 边境是一款近未来太空题材的第一人称游戏 将于已经在2023年在PC上退出 现在应该是不到一年的时间是吧 对啊 你们说这游戏 这刮还挺好玩的 还挺多的 细讲 成为老板讲故事 就这个停封公告 他这边是微博号 刘月刀自己发的 然后Steam那边官方页面 是他们的运行商发的 然后说是停止运行 然后IP运行权 还有今后的发行权 全都交给刘月刀了 然后是刘月刀那边 选择的那个终止服务 那到底是 对这个就是一个谜 就是你不知道 罗生门很神秘 但问题就是说什么 机游戏最高在线人数 不是说了吗 那个最高在线人数 还不如真正国际空间站上的人多呢 真的假的 你只要上去全球现实 那这游戏宣发其实做的挺大吃的 你知道吗 你记得有一年核聚变也是 它排了一展位吗 边境 这样吗 都不用说宣发了 我给你讲机游戏你玩过的话 你就会觉得它挺可惜的 这游戏的美术做的很牛逼 枪杆做的很牛逼 然后也有想法 但问题就是他没什么玩 死了 那他也是计票形式的吗 就是买通用户 他又有计票 我还得夸他两句呢 他到现在为止 除了那种常规维护吧 实际只有两次更新 发售了小云烟 一次是出了一把新枪 一次是加了人机 然后就没消息了 就是不出新模式 不出新地图 就什么都不出 你这游戏做了七年 端出来的那个游戏 其实你玩了两三天 那几张地图就差不多腻了 他这是买断置的 而且基础版特便宜68 当时我写完这游戏 直接买了他那个什么超大杯 带一堆皮肤那个 当时我还许诺 当时初来许诺 说那以后会出什么通行证之类的 然后会给那个超大杯玩家 给个通行证什么的 其实到后边一看 也完全都没有 他死吧 其实不意外的 毕竟官方那种都有点 对不对 都是自己都有点放弃 谁正经游戏说一年里边 你好家伙 你什么新内容不出 是 然后你就看着这服务器 就几个人跟你们玩 但我感觉是不是就是不回本 就没卖出理想的回本价 就是买的人不多 你回不回本 你怎么能说 就是说你这个东西 你生出来之后 你就开始放眼 你哪怕你多做几次更新 你哪怕 你不回本 你哪怕你出个通行证 你68出个三个通行证 让哥们去打通行证 你不也能回点钱 或者你卖点皮肤 这游戏里边也没伤成 也没那什么 就有皮肤系统 没有伤成 本来可能想做的是吧 这意思 对 目前游戏里那皮肤 就全是解锁制 反正我只能说 这个运营特别迷 特别迷惑 想不懂 不知道不懂 行吧 可惜 少点这种游戏 对 觉得这种游戏 游戏真挺好的 就是运营的问题 对 太可惜了 你哪怕交给一个 就是说你哪怕说 赖一点给腾讯运营 我觉得他都不至于说 到官服 不至于到官服 一年也太快赞了 对 来 我们再看看 SE这边的消息 最终幻想7重生的 联合总监 扭山球 近日在海外的活动现场 海外活动中 回答了有关 最终幻想7重置版 第三章的一些问题 在采访扭扭山球提到 他希望在第三部游戏中 加入更多的探索元素 让玩家可以更自由的冒险 并且目前制作组 正在尝试 将更出色的视觉效果 与游戏机制相结合 他表示第三部的游戏 将尽量最大努力 解答此前两部留下的 所有疑问 并且会有超越原作的结局 另外 此前最终幻想7重生 创意总监野村哲也 也曾经暗示 第三部的结局 将以某种形式 与圣子降临联系在一起 这也意味着第三部的结局 与原作有很大不同 可怕 他们又要自我发挥了 是吧 好可怕 我们先自我表达一下 可以吧 让他们先表达 也表达吧 但是能做就赶紧做 对 赶紧怎么做 然后这个 今天的奶粉全会出的 放心好了 对 下面看看他们家 这个勇者斗龙3的HDRD 然后这个 因为这个重制版 不是在这个 勇者斗龙3的重制版 在这个任天堂的发布会 不是公布了吗 然后制作工作室 也出来表示 对这个 对这个 之前很早就宣布 这款游戏的消息 感到非常遗憾 然后也是感谢大家耐心的 等待了这么多年 终于等到了这部作品 即将宣发 该游戏是最初 于2021年的5月宣布 是同时确认的 5款正在开发的勇者 斗龙的游戏之一 所以他们这个制作主 也是非常感谢大家 等待这么多年 之前播片播太早了 他们说下次不会这么干了 没事 都忘了 来下一个是 关于我们一个国产游戏的 是火侠传 也是最近风波不断 然后官方也是最后 致歉 虽然这个致歉的内容 有很多解读 然后他们说 不会再动剧情的一些 细节了吧 应该是将持续补完 这些未完成的故事 所以这是也是 6月18日 他们官方声明了一个道歉 来木匠 谈谈谈吗 有啥谈呢 谈谈方面 其实我们本来真的想录一期漫游 我们三个人玩完了以后 都觉得有好的有不好的地方 但是我觉得 我这人就是属于那种 你前期可能做了一些 可能不太友善的设计 或者怎么着的话 你后边改了就行 或者说 你能让我玩下去就行 对 然后或者说你游戏设定 带一些这种 暗欲 嘲讽或者怎么着 或者让别人不试着这种东西 只要我觉得OK 我觉得我还是能玩下去的 所以但是我们在想这期 我们怎么去录的时候 也遇到了很多问题 就是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去起这个头 因为我们三个人站的观点 是实在是太维护这个游戏了 但是你要说 对你要说 我就怕我们说的太好听了 人家觉得不爱听 所以我们也没敢录这期节目 也是找个机会 可能我们想想怎么开始 或者等风波冷静一下的时候 我们稍微冷却一下 我们再聊一聊 我们也冷却一下 稍微冷却一下 等它补完是吧 各关系也有可能 补一些 完成度再高一些 因为我没有玩这个 我就是属于那种一直吃瓜的 我看他们解包说 好多剧情线 就压根没做完 好多人说这游戏 本来应该就是演艺的游戏 然后就当一正式版发出来 对你又标的是正式版 则就发了 挺多东西没做完 对就是说 我看游戏之外的那种 对游戏之外的那噪音非常多 就是他确实做了很多这种游戏之外的一些事 让大家很不高兴 包括他游戏本身 你说他这个不完整的东西 设计有些东西 设计一些比较糟粕的东西 确实有 但是我们为什么还要聊 就真的是玩完了一遍以后 有一种喜欢 有味 喜欢 真的喜欢 这个可以到等我们录那什么时候再聊 确实是他这个风波不断 现在也不好怎么说 对 对 放一下 其实其实我一直挺好奇 就是 他这个游戏是不是也是那种 就是你只玩 就只玩一周目就 就只能玩到那种特别烂的东西 你还是要强行去玩很多周目 也不是 就是我觉得不是很烂 就是 就是 梅老板你觉得如果一个武侠的烂 应该是什么样叫烂 就是结局 我对这种东西没什么 对 我就想想你 你觉得说这个结局可能会到烂 这个地步是是指什么是烂的 就是剧情 比喻一下 没什么 就是那种没什么道理的结局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将神还是哪种 对 我感觉就是如果你 你那个结局就是和我 就是这种这种游戏吗 你那个结局做的就是和我游戏中的选择呀 还有烂七八糟这些东西 如果有关系 对 有强关系的话 那个那好一句坏一句 那我玩出来的吗 那那就不算烂 对 如果你要是说非理 就是我不管我怎么选择 然后最后都导向一个什么 你预止好了的结局 那就是烂 就大概这种感觉 那么心里就说了 我们可以拿你这个话题 我们才好好消化一下 我们可以去吸取一下你这个说法 对 行 主要是我真没有玩这个游戏 因为我对股价不是很感冒 主要是 因为现在就这种游戏 你就是沿上的游戏 你再怎么泼冷水 它不一定有作用 因为火太大了 对 但是你纯为他站台去说话 又没什么道理 他确实做了好多不好的事 我只能这么说 他现在是森林着火了 我们只有几个小水杯 很难 对 我们又不想说纯给他站台 但是我们就想说游戏 咱跑去他其他那些不好的那些事情以外 他游戏里边骨子里是有一些好东西的 是这种感受 对 看Steam界边一万五千多条评价 有66的好评 应该属于那种 转回来了 转回来了 反正我觉得单独好评来说应该是 就是有好有坏吧 第一天33 34 我的天 行 那咱们最后一个是留言 说说初代的战神三部曲重制版 或者重制 重制 重制 就是两个重制 都是一个声 remake 或者remaster 对remaster 这个不是remake 就是remaster战神的三部曲 有可能在明年公布 这也是在这个网上流传的 现在这个比较邪乎的一个新闻 对 那他妈的索尼真的是 哎呀 我说实话 如果他正如重制的话 我希望就是remaster 而不是remake 我还希望他保留那老三部曲 那种就是纯爽 纯那个动作那种 电影视角 对对 把那个高清化了就行 因为我觉得战神三部曲 包括PSP上那两部 他那个演出其实挺优秀的 是 我不用看现代化的那些什么 对 那是我们大学宿舍的时候 他们的巨牛逼的游戏 PSR版和跟PSP那会儿都有 我记得 反正我印象最深 就是PSP上那两部 奥林匹兹之恋和斯巴达幽魂 印象太深了 但是我觉得索尼 不应该老转着这几部来回做吧 你一个美墨都做三个世代了 还 那美墨二不还往PC上 还得再搬一搬呢 还得搬 还得搬呢 行吧 行 那差不多本周新闻 也跟大家回顾完了 然后下周游戏 我们再想一个新的模式呈现 这样能会直观一点 省得听电台的时候 大家没什么感受 所以我们取消了新游戏的展示了 放在节尾 大家可能也不听说这些话走了 对 所以还是单另一个小视频 然后我们看看能不能在什么小红书抖音上发一发 然后两分钟三分钟这种 行 咱们本周节目就到这 下周也没什么展会 是 是这样的 稍微 好好玩玩 所以对 耽误大家玩玩了 逼大家来录节目 实在辛苦 希望你们都玩得好 希望你们都玩得好 我再行 越努力越 行吗 那咱们本周节目就到这 各位拜拜 拜拜